正月十五也过去了 这个年也算是彻彻底底 跟咱们大伙挥手告别了 我还没过够呢 还没过够呢 2021年这眼瞅都过去俩月了 别说了 太扎心了 那咱们就再说个事 扎着电视机前小朋友的心 3月1号正式开学 你们的寒假作业写在咋样呢 这个假期家里的神兽们 又做出来啥新花样呢 神兽寒假挺快乐 家长个个没了折 祖孙俩人上街逛 爷爷脸上咋的了 你这算啥 为了不写作业 我用放羊当理由 但是 你不是想放羊啊 放啊 嗯 你不是这么多 去放呀 我放不过来 最后回来学习了呀 现在还在做作业呢 让他知道了 啥都不是那么好干的是不是 有时候你给他讲 讲不通的就做 好在2月马上就要过去了 一年两次的大型灾难篇开学 即将上映 还是暑假原班人马 只不过 这主角们对这部戏 那是相当排斥的 喊吧 尽情地喊吧 喊破喉咙 也不会有人搭理你的 能搭理你的 只有还未完成的 寒假作业 而消除恐惧 最好的办法 就是面对恐惧 来吧 补起来吧 就是整天固着玩 然后一直是他写作业 他都不写 要开写的 写的一天才 急急往马去写作业 你以为 补作业的只有学生 那你可太天真了 我什么又能补完 用一天完成一个月 都做不完得了 熊孩子们创造了奇迹 终于可以从容淡定地 面对老师了 而家长们 也可以在神兽归龙后 享受难得的自由了 舍不得舍不得 和你说再见 还有什么 求给孩子妈乐的 都要飞上天了 你没有孩子 你不知道给孩子 送去上学之后 那种解放的感觉 再也不用斗智斗勇 再也不用研究菜谱 再也不用自挖乱叫 再也不用上蹿下跳 行了 不说了